请比琳 嗨,我是比琳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专案 叫做Kofax真的假的 评里面对LINE调言 扫描右下角的QR课 我觉得是输入这个LINE ID 在LINE上面搜寻 都可以找到Kofax真的假的 Kofax真的假的致力 成为你在LINE上面最好的朋友 大家在LINE上面 可能会看到像这里提供了两个例子 比如说你把这则 加入好友分享给20个群组 你就可以获得如同现金的消费券 或者是台湾政府过的制造观光客 不减反正的假象 就会补助外国人来台旅游的长度办法 最近有一则很热门的讯息 是6月6日的韩市长的罢免 如果说你其实不同意韩市长被罢免的话 你千万不可以出去投票 因为如果你出去投票了 根据电子做票系统 65%乘上总投票数的话 那你的不同意票 最后就会变成支持韩市长罢免票 那这也是一则错误讯息 这些朋友传来假讯息 要自己回应讯息 找资料解释 写的东西可能就只有你 跟你聊天的朋友 或者是群组里面的人看到 那一个人面对这些讯息 就会变得很辛苦 所以可不可以就做了一个LINE的机器人 陪大家一起面对LINE的假讯息 以后你遇到任何想查的东西 都可以分享给Covac真的假的 当你在聊天室里面收到转传讯息的时候 建议你转传给Covac 就可以获得查证资讯 他也会自动告诉你 其他的贡献者对于这条讯息 查过什么样的资料 机器人之所以知道要回什么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如果机器人收到一则讯息 资料库里面找不到 他就会问对方是不是愿意成为 全世界第一个回报这则讯息的人 听起来超赞的 同意之后 讯息就会出现在网站上面 善良的编辑都能进来看讯息回应 我们已经从13万的Line使用者 收到超过3万5千则的讯息了 也有朋友在网站上面帮忙回应这些讯息 资料都是440开放在网站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今天我们会在WorkEase 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功德 我们在找NodeJS跟ReHS的工程师 我们也准备了网站 机器人还有网站里面 我们把Google First Issue都已经标记在Github了 WorkEase 现场也会有工程师协助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让网站跟机器人变得更好用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会写程式 没有关系 跟我一起回复资料库里面的讯息 我们非常欢迎新手也会送空份贴纸 零经验 只要会Google就可以用了 大家在网站上面写的回应 最后就会变成机器人的回应哦 大家在网站上